第七个 废物类人 一位Facebook用户发现对面的公寓楼里有一个奇怪的人物 那东卫完工的建筑物里有一个四肢修长的身影 但令人恐惧的是 他好像不是正常的人类 无法分辨男女外 那个家伙的手臂简直长到不可思议的程度 手臂的前半部分是棕色的 衣服则破破烂烂的 或者说没有穿衣服 这绝对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 因为对方似乎注意到了有人在拍的 第六个 万神殿之影 克里克萨利兹是一位非常喜欢户外探索的小伙 2023年9月17日这天 他和几个要好的朋友去了当地的Rio Cuarto公募探索 期间他们有说有笑的 气氛相当愉悦 然而当他将视频上传到TikTok上后 一个眼尖的观众立刻注意到了一个鬼影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中文字幕提供的观众 你问的吗? 没有,是有时记得的 但不奇怪,因为没有声音 不像音乐 不像音乐 我们不听到音乐 不听到音乐 第一次看的时候 你可能什么异常也没有看到 把注意力集中在这里 你没有看到这些天啊 那个白色的穿着裙子的透明女人身影 她不是反光 巷子里没有强烈的光线 人们总是说自己怎么没见到过鬼 或许你已经见过了 只是你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存在而已 就像视频中的这样 第五个 瞧鬼惊魂 TikTok用户阿莱索上传了一个视频 说在威迪玛拉的某条街道上 两个摩托车手机录下了一起可怕的事件 钢筋结构上站立着一个白色的人物 谁会晚上站在没有路灯的桥上 还是在那种位置 鬼魂 寻死的某人 还是其他的东西 第四个 奇怪的照片 Facebook拍轨小组的用户大卫西木拉 分享了一张朋友的照片 他朋友家的灵物周围捕捉到了一个全身漆黑的小人 他的脸很奇怪 没有人类的五官 Reddit用户Openinbird9599发布的宝利来照片 显示一双令人毛骨悚然的手出现在门后面 用户声称拍摄照片的那一个 门后什么也没有 也没有人 而且这是一扇紧闭的外门 下一张同样来自Reddit用户 JennerMaries20说她的叔叔在2007年这个房间里去世了 他和表兄弟决定玩幽灵猎人 看看能找到什么 照片是当时用就手机拍摄的 那个区域没有灯光 也没有窗户 最后的三张照片来自巴西的一名猎人 他在城郊狩猎野猪时遇到了这只生物 猎人赶到现场时 他的猎犬正在与他打斗 他精准地射杀了他 英国警报报道了此次事件 他们甚至声称该生物为传说中的 吸血怪物着白卡布拉 第三个 夜空闪耀 第一段录像拍摄于2023年10月6日 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一户居民拍摄了 两个行为可疑的光点 首先他们无规则的运动 突然 其中一个变成了燃烧的火球 最后 另一个也变成了火球 第二段录像拍摄于印度古鲁格拉姆 这颗火球在天空中悬停了大约十分钟 它燃烧得很明亮 突然消失了片刻 然后又燃烧起来 第二个 女巫之脸 一个叫做约尼斯埃尔南德斯的女人 描述说在她丈夫的工作地点 记录下了一个面容奇怪的女人 那时是凌晨四点左右 她丈夫认为这个女人是个女巫 尖尖的鼻子和下巴 嘴巴下方的位置很畸形 那张面容枯黄的脸确实很可怕 第一个 死灵的火焰 2020年8月 一场草原大火袭击了阿根廷的福尔摩沙省 大量的警察和消防人员被派去现场控制火势的蔓延 这段录像是一个路人拍摄的 它在靠近道路旁的大火处捕捉到了两个奇怪的轮廓 病毒 Yeah 疯狂的这些小鸟 疯狂的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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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先那个位置什么也没有 但镜头转过来后 两个黑色的身影站立在那里 似乎是一个大人牵着一个小孩 这种场合和时间 怎么会出现大人和小孩 而且他们还离火焰那么近 rum 对 不 由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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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